2018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战败 积分榜 后两轮对阵和出现形势分析 随着赛内加尔击败波兰 2018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16场比赛全部战败 目前8个小组的积分榜 未来两轮对阵 即出现形势如下 A组俄罗斯乌拉圭形势大好第二轮对阵 俄罗斯vs埃及 乌拉圭vs沙特第三轮对阵 乌拉圭vs俄罗斯 沙特vs埃及该文在俄罗斯和埃及的比赛之前写成 很可能您看到文章时 这场比赛已经结束 目前的分析仅仅针对第一轮 俄罗斯和乌拉圭作为该小组的两个热门球队 出现形势应该是不错的 俄罗斯击败埃及问题不大 而乌拉圭基本可以确定击败沙特 如此双方将提前出现 最后一轮争夺小组第一 B组葡萄牙西班牙要接受考验第二轮对阵 葡萄牙vs摩洛哥 伊朗vs西班牙第三轮对阵 伊朗vs葡萄牙 西班牙vs摩洛哥伊朗三分收获信心 所以西班牙很可能面对一个信心更足的硬骨头 至于葡萄牙和摩洛哥 曾经有专业公司分析认为 摩洛哥出现几率高于葡萄牙 虽然摩洛哥首场比赛输给伊朗 但摩洛哥的实力不容小觑 葡萄牙必须100%发挥才可以确保胜利 但有些待 后果不堪设想 C组法国丹麦或提前出现第二轮对阵 丹麦vs澳大利亚 法国vs比鲁第三轮对阵 丹麦vs法国 澳大利亚 vs比鲁 因为热门球队 法国和丹麦第一轮都获得了胜利 第二轮他们有望双双取胜 而双双提前出现 然后最后一轮争夺小组第一 低组阿根廷面临生死战 输球就麻烦大了第二轮对阵 阿根廷vs克罗地亚 尼日利亚 vs冰岛第三轮对阵 尼日利亚 vs阿根廷 冰岛vs克罗地亚阿根廷必须在第二轮小组在中确保不输球 至少要保证平局 一旦输给克罗地亚 冰岛或坐收渔翁之力 而见识克罗地亚 甚至可以保送冰岛出现 一组巴西出现无忧 塞尔维亚其次第二轮对阵 巴西vs哥斯达里加 塞尔维亚vs瑞士第三轮对阵 塞尔维亚vs巴西 瑞士vs哥斯达里加 巴西击败哥斯达里加是情理之中的 击败塞尔维亚也不是难事 塞尔维亚如果击败瑞士则直接出现 F组德国遭遇生死战 情况很危险 第二轮对阵 韩国vs墨西哥 德国vs瑞典第三轮对阵 韩国vs德国 墨西哥vs瑞典墨西哥击败韩国是大概率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 德国即便占平瑞典都不行 因为下一轮击分6分的墨西哥可以选择和瑞典占平而直接出现 所以 德国和瑞典只能取胜 不允许平局 也不允许失败 这是一场比阿根廷更残酷的生死战 G组比利是英格兰将携手提前出现第二轮对阵 比利是VS托尼斯 英格兰VS巴拿马第三轮对阵 英格兰VS比利时 巴拿马VS托尼斯G组的情况和A组 C组的情况一样 比利时和英格兰有望携手出现 因为他们要交换较弱的对手 最后一轮 双方将决定小组投名 H组赛内加尔看好 日本有机会第二轮对阵 日本VS赛内加尔 波兰VS哥伦比亚第三轮对阵 日本VS波兰 赛内加尔VS哥伦比亚H组的情况最不明朗 因为这四个球队水平接近 不过赛内加尔展现了不俗的实力 日本队表现也不错 这也是被比较看好的球队 只是他们在第二轮就要相遇 胜者或将出现 但输球一方也有机会 当然也可能占平 不过 波兰和哥伦比亚实力也不俗 未必就没有机会 请加油